曼德拉危台加人準備後事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亞心臟科醫院 留意超過三個禮拜 目前要靠呼吸機調命 他家人和南非政府已經準備好他的後事 曼德拉一旦過世 懷體先放在官方醫院停放 全國各市擺封釣現冊 各省都會舉辦悼念會 而最大型那場就會在這裏 全國最大可以容納94,700人教足球城舉行 公眾有三天尖養道別 為了被世界各國元首趕來出席喪禮 估計曼德拉死後12天才能運返家鄉安葬 一生對抗種族隔離偵測的他 早在1996年已經在A4紙寫下遺囑 說希望死後仍在老家 一個寧靜的小三波 不過他的遺园可能落空 因為他家人打算 將霧原打造成旅遊景點 建造紀念公園 給各地遊客潮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